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里福上镜,身材曼妙多姿,淑女饭十足。 作为娱乐圈内,艺人,一些艺人都有自己发展路线,也有自己发展途径。 这样让作为艺人他们事业越来越有笨头,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。 其中包括出演各种影视剧,参与各种综艺节目,以及各种公益活动。 那么我们本期说下,女神迪丽热巴,其实娱乐圈内少数民族,新疆几亿人不多。 也是屈指可数,其中包括迪丽热巴,古丽纳扎,佟丽娅,麦迪娜,那么这四位艺人中, 后两位已经成家了,而且佟丽娅已经离婚了。 那么唯有热巴和娜扎两个小仙女,还是那么年轻,还是一副温婉为美的样子。 妥妥那种淑女犯了,近日迪丽热巴一套套精美绝伦的礼服, 再搭配上她那爵士的容颜和曼妙的身姿, 俨然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简直美得让人舍不得已开引了, 这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 佳航迪丽热巴工作室也在第一时间转发宣传, 于白居过戏中感悟万千世界。 鲜活生动,目光蕴染云色, 小迪阿迪尔迪丽热巴驻足云端,细数浪漫。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艺人, 看得出来,作为一个艺人热巴再次美出了新的高度。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女神,热巴是那种气质很好那种女生, 颜值高身材好, 所以呢? 无论是什么样的衣服都能很好的驾驭, 堪称是一个行走的衣服架子了, 无论是休闲, 还是优雅的长裙都能很好的搭配, 所以在影视剧, 以及出席活动的时候也美美搭。 明明可以靠着颜值身材吃饭, 她却格外努力, 也是一个比较多才多艺女生之一。 而且还是一个有内秀的才女, 迪丽热巴的原名是迪丽热巴, 迪丽穆拉提。 在唯语中的意思是心爱的美人, 她的父亲是新疆歌舞团的独唱演员。 因受父亲影响, 迪丽热巴从小便对各种艺术类的东西颇感兴趣, 并主动要求学习钢琴、舞蹈、小提琴、吉他等。 可以说, 小的时候, 接受艺术的熏陶, 让她作为一个艺人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, 在影视剧中, 以及综艺节目中都能绽放自己光彩、 阳光、热情、热爱生活、谦虚低调。 也是网友们对于她客观的评价, 也让她自己人气不断增加。